我们看到课本17页 再讲到世尊因为不忍众生苦出家 那成道之后开始弘法 那世尊弘扬佛法最初是顺着 顺应当时印度的寻求解脱的这个风气 所以告诉当时的这一些人 真正要得解脱必须要怎么修行 因为当时主要有两种宗教集团 一个叫做沙门 一个叫做婆罗门 婆罗门是旧有的宗教 那么沙门是新兴的宗教 那沙门里面主要除了佛教之外 还有所谓的六师外道 那六师外道大部分是求解脱的 那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跟理论 那婆罗门主要是依犯天的 那么后期有所谓的奥义书 那依宴有轮回依治得解脱 但是早期的婆罗门 就是原本的婆罗门 基本上都是生犯天 以犯天为主的 那婆罗门里面又有两种 那么主要一般的人 这个大多数的人 因为婆罗门里面也有在家出家 大多数的人都是求生天的 求离苦的 所以这个佛法在当时基本上 就是主要两种方法 一个就是生天的方法 一个就是或是现在幸福的方法 或是生天的方法 从佛法来看就叫做人天道 那一个就是解脱的方法 叫做解脱道 这个在当时基本上 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佛陀成佛之后 去告诉想得到幸福的 想生天的 告诉他们正确幸福 以及生天的法门 是五戒十善 因为当时的这个宗教徒 婆罗门的这些信徒 宗教徒 他们认为 尤其是婆罗门 那他们认为要幸福 必须向天祈祷 那么举行所谓的火垢 或是向火神祈祷 向太阳神祈祷 反正有各式各样的神 那向泛天神祈祷 那么送祠废头金 那么举行祭祀法会 这一些可以让他们现世获得幸福 哪一次可以升天祥福 那如果你犯了过失 那到恒河里面 那么做仪式 可以让你灭除罪业 如果死了 能够把骨灰灑在恒河里面 那么灵魂可以得到进化 可以升天 类似非常多种种种种的理论 那不外乎是 一神 一神 或是一祭祀 那得到升天 得到幸福 得到解脱 那这样的观念 佛陀出来纠正他 告诉他 升天有升天的业 解脱有解脱的业 解脱主要的方法 有强调有解脱的 有强调没有解脱的 那强调有解脱的 那又有强调 那么解脱不是人力可以完成的 就是说他不一定 什么时候要解脱 什么时候不解脱 这个不是我们用不用工的问题 或者又有强调 那么时间到了 大家都解脱 时间没有到 你用什么方法也不能得解脱 这是另外一种 但是多数的人是认为 解脱可以努力 因为努力而得到的 那这种努力 在印度来讲 主要有两种 一种就是透过苦行 那么种种的苦行 那么把夜磨尽就可以解脱 第二种就是透过禅定 让心不动 那么 那么就可以得解脱 那这个是当时 当时的这些观念 那佛陀成佛之后 了解到 现在就是当时的人 要求幸福生活的 求未来升天的 那么 以及要求解脱的 那么这些人 他的观念错误 行为错误 他有些不能得解脱 有些不但不能得解脱 还会 不能得解脱 不能得幸福 还会让自己受苦 举个例来讲 所以祭祭法会 祭祀法会 如果你只是用牛奶去供养神 或是跟着参加一些法会 那还好 那只是顶多就是土老无功 或者是被公办而已 但是有一些会造成你 那不但土老无功 事非公办 这个还算好 他会让你背道而耻 就是 本来要求功德 功德没有 反而造作很多恶业 会让你未来是更痛苦 比如说有一些杀生祭祀的法会 杀牛 杀羊 然后来祭祀天神 那你想要的功德越多 你要杀的牛跟羊就越多 那你能力越强 你共不私奉献 那这些牛跟羊就越多 那有钱人一杀就几千头 那穷人可能杀一两头 来奉仕神 就像我们杀猪 杀鸡 杀羊 是道理是一样的 那杀了很多头 他以为他的奉献可以得到神的加持 或是会得到很多的善业 其实反而相反 佛头就讲 你这样的祭祀行为 那他不称许 而且这种祭祀福无戒指 福报连一颗戒指都没有 就是一颗芝麻的种子都没有 但是罪业会累积像三那么高 你每一年祭祀 你每一年都杀生 你有钱赚钱 你就杀了很多 像很多人杀猪祭神的一样 道理一样 那么这样的行为 不但不能给你增加福报 还会什么 还会障碍 就是还会让你带来痛苦 那你执着苦行 可以离苦 灭一切苦 解脱的这种行为 不但不能让你离苦 只会让你白白受苦 所以当时有很多错误的修行观念 以及修行方法 那佛陀解脱了之后 最主要在告诉这一些 想现世幸福的人 想来世升天的人 想出三界轮回的人 告诉他们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修行方法 那么你如果你想这一次幸福 他就告诉你 幸福的根源在道德 你第一个 你要不痛苦 第一个 你要不造三恶道的业 就是你要持五界 那么五界 你基本的道德 最低的道德要求 是五界 五界是不伤害人 不伤害人 不伤害自己 不伤害别人 不伤害群体 不伤害社会 不伤害家庭 不伤害社会 不伤害国家 你不伤害到个体跟群体的利益 那这个是所谓的不害 就是因为你造作了伤害的业 你未来自己有这种业 你就会因业受报 所以最低的道德标准 要不伤害 然后要能利益 不伤害个体跟群体的利益 要能利益个体跟群体 那么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这一生幸福 哪一生幸福 那么如果你善业做得强 那么你可以升天 就依你的善业做得多跟少 如果你的善业做得好 十善业做得好 可以升天 那五界持得好 那么你不会剁三个刀 来世做人会幸福 但是也要看你的善业而言 那如果你善业非常圆满 你可以升一界天 如果你有修定可以升四界天 那么时间更长 那么那种幸福感更强 那如果你要解脱 那么你必须要依 依这个界定会 要依智慧 依智慧得解脱 不是依苦行 不是依禅定 而是依智慧得解脱 他告诉他正确的方法 那因为当时都是这两类人 我们说人天道跟解脱道 所以佛陀对这个在家中 基本上都是讲人天道 失戒升天之法 对出家中 那些原来就出家的 或是后来在佛教出家 就跟他们讲解脱道 这个是随顺 顺应当时的印度 他多数都是这两类人 所以这里再讲 那么是时代所限 顺应那个时代的 所以后来发扬出 释迦佛的真正精神是什么 菩萨道 这个他后面就会讲 从释迦佛的所说所做 那么来看 那么菩萨道是符合 菩萨道是符合释迦佛的本怀 这是他原来的初心 所以这里才会讲 是解脱道 人天道 就是为在家中说师界升天之法 为出家中说出离三界的解脱道 这个是适应时机的方便教 那是因为当时就是这样的 他告诉他们正确的理论跟方法 正确的修行 所以他才会讲 在这个方便教中运续的真实道 那么不断的在佛法的弘扬之中 慢慢慢慢的惨发出来 那所以他这里说到 这个世尊是创觉者 弟子是后觉 就是创觉就是第一个觉悟的 叫做先觉 先觉觉后觉 所以佛弟子是因佛而得解脱 那么佛是自己发现真理 而得解脱的 先觉觉后觉觉觉觉不离 的注词这觉世的大法 就是能够觉悟 觉悟到这个世间是无常的 是无我的 觉悟到缘起 那么因为如果你没有觉悟到真理 那么你就会一直一直依着烦恼 造业受苦 生死轮违就这样 不断不断的轮违 那如果你觉悟了 那么你再告诉别人 让别人也觉悟 那么这样这个叫做决绝不已 那众生是生生不已 生死生死生生不已 那这个圣者就先觉觉后觉 觉觉不已 那么注词就是让这个佛法注释 注释 这个可以觉悟可以解脱的正法 可以注释 要如何才有可能 所以说释迦佛我们怎么样 就是说菩萨到底 是不是释迦佛原来要的说法 是的 我们如果 就是从释迦佛成佛以前 然后到释迦佛成佛以后 那么来看待释迦佛所说的跟他所做的 那我们会发现 释迦佛的本怀确实在菩萨道 那包括他还没成佛以前 他的出发心 看见众生的生死 然后逼迫 然后之后 他度了63个阿罗汉之后 就无比丘 然后也死55个人 然后度了63个阿罗汉 然后告诉他们 一个人走一条路去度动生 不要两个人走一条路 那么你可以发现 然后到最后 到最后 像这里要讲的就是 他 他在发现到过去 过去有的圣者 那么并没有 并没有 自荐 就是并没有僧团 因为没有僧团 所以他的法 注释的很快就没有了 没有僧团注释佛法 所以他开始 开始创立生团 那并不是像有一些辟之佛 或是像有一些佛 那么他 佛法注释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久 后面也有 那么像他说 唯有组织 绝者集团的生前 就是建立生团 才有办法让佛法注释久一点 他说 这个 要怎么样才有办法呢 唯有组织 绝者集团的生前 就是有很多已经觉悟的人 那么 建立一个生团 那这些生团 不断的不断的教导 影响 那么想要觉悟的人 那么不断的不断的 教授教见 那么这一些想要觉悟的人 那么不断不断的传播下去 叫做以灯传灯 我觉悟了 我透过这方法觉悟了 那么我又把这个方法 传给下面的人 那么必须要有一个生团 那么有几个 至少有一群人 专门在做这种事 那么慢慢慢慢 让后来的人也能因知觉悟 后来的人又影响后来的人 就这样 那么不断的 那么修学政法 那么觉悟政法 再传播政法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你证的政法之后 你把你的政法 把你所懂的这个佛法 能够解脱的政法 那么再传播下去 然后再让后面的人修学政法 然后再证得政法 然后他再传播政法 那如果有一代的人 证的政法之后 他不传播了 那佛法就从那里开始断了 因为他涅槃了 他是可以涅槃 他涅槃了 他所理解的佛法 就跟着涅槃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传播下去了 那如果很多的人都可以这样 都可以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那释迦佛的用心 释迦佛的用心就是 比如说他传给这些人 假设 所以你看他63个 比如说他一个人一个去传 传给这个人 那么释迦佛悟得政法之后 这个佛悟得政法之后 觉悟政法 觉悟这个元祈法 元祈法就是真理 觉悟政法之后 政法包括真理以及正的真理的方法 比如说八正道 把这个传下去 一八正道得解咒 一八正道物元祈 或是四地 觉悟了之后 传给这个人 比如说 传给 假设传给十五个人 三 那么这五个人 比如说这个僧口 这五个人 比如说舍利佛 目见仁 舍利佛又 不断的传给其他的人 目见仁传给其他的人 又传给很多的人 又传给很多的人 就这样 不断不断的传 那有的多有的少 有的多有的少 那么不一定 那这些人 又不断不断传下去 那如果到了这里 这个人不传 这个法就断在这里 比如说他在台中 他在新竹 他在台南 台南有三个人 或是有一个团体 在弘扬正法 新竹也有 台中也有 那台北也有 那高雄也有 假设 那么这个人传到这里 剩下两个人 这个人传到这里 又更多 这传到这里 剩下三个人 慢慢慢慢 如果到后来断掉了 那佛法就断掉了 这些人入内盘了 没有错 这些人正得佛法 那并不是每一个人 听闻佛法 修学佛法 都会正得佛法 不是的 但是不管你有没有正得佛法 你听闻佛法 修学佛法 那么你再把 你正得佛法 再把这个法 再传播出去 然后再让别人正得佛法 或者 不管你有没有正 你这个法再传播下去 那么有些人听到了 你没有正 但是他听到这个法 他正了 也有这种情绪 所以 就是佛法要不断的传播下去 那么 一千年后 两千年后 那么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从过去到现在 从现在到未来 那么就不断有人 都能够依这个佛法得到利益 那么这个是佛法注释 那么的一个重点 那如果好 那现在多数的人都不传 不传 他自己解脱就好了 现在的难度不要传 或者他传的不是正法 佛法就会灭 传的不是正法 那你以为是正法 结果不是 那这些是不能解脱的方法 或是告诉你 那么现在是没有办法得解脱了 那就不用修了 现在这个是可以解脱的 但现在这个十七因缘 你这样修了也不能得解脱 就是末法的思想 那么 你就不会传 因为既然不能解脱 你就不会传播 可以解脱的正法 就算你讲的是正法 那么 你也不太想讲 为什么 讲了也没有用 你不能解脱 就只能讲 讲可以往生的方法就好 可以升天的方法就好 为什么 讲了也没有用 所以 这样的方式 那么也会 第一个是讲的是错的 第二个就是 你认为这样讲 也不能得解脱 所以就不讲 第三个是 你也嫌麻烦 也不要讲 那么法就这样 越来越少 后来就没有了 所以 释迦佛也可以 释迦佛 他也可以入列盘 他也可以得解脱 但是他并没有 他从菩提树下开始 就不断的在恒河两边 不断的去定义众生 而且告诉他的弟子 他最早期的弟子 也是不断的去定义众生 阿难其实也深受他的影响 所以在佛陀灭后 阿难也是不断的在说法度众生的 那么所以 他后面也会想到 其实后来佛弟子也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比较热心弘法 有菩萨性格的 叫做人间比丘 一种就是 少事少夜的 叫做阿难若比丘 就是 众生刚强南调南辅 不要自寻麻烦 那就变成有这两类 这两类 这两类其实就是最初的 佛弟子里面 所谓生文性格跟菩萨性格 像弗罗娜跟加瞻眼 到没有佛法的地方 没有佛法的地方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你先要让他们相信佛法 因为跟他原来的宗教起冲突 像现在如果佛法要弘扬 天主教基督教是还比较容易 还要看地区的 那有一些欧洲的基督教徒还蛮 还蛮封闭的 那有一些是天主教徒 看地区 看国家 但是在整体说来 大部分的其他异教徒 比较不会到佛教徒去红网 佛教徒他的 佛教徒的地区 他那个宗教意识非常的明显跟强烈 排他意识很强 佛教徒 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 如果你到 比较有多元种族的 比如说马来西亚的话 那么他只限 你不可以跟佛教徒说法 要不然你会放法 会把你抓去管 那佛教徒也不能改信其他的宗教 但是他不禁止你跟印度教徒 还是华人 还是印度人 还是原住民弘法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跟其他族人 但是你不可以跟马来人弘养佛法 马来人天生就要去回教 那么你也不可以跟回教徒弘法 但是这个算不错了 如果在其他阿拉伯地区 那么你不管是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 还是佛教徒 你去阿拉伯 你跟他弘法试试看 所以像那个时代 他们这个比较宗教 那个意思比较强 你要去那边弘法会有很多困难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富隆那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所以佛陀甚至这个道理跟他讲说 你要去那里弘法 他是那里来的人 那么苏鲁那国 那 这个富隆那到苏鲁那国 加瞻眼到阿盘提 那苏鲁那国的人 基本上可能宗教意识比较强 所以佛陀说 你如果要去那里 那你的人会打你 会骂你 甚至会把你打死 但是他仍然抱着热忱 去那边弘法 那这个其实就很典型的 所谓的菩萨性格 那佛教徒里面 这些都是跟佛陀学习的 佛陀无所畏惧的 那么在恒合两岸 那么这样不断的弘法 那么也是无所畏惧的 他只要知道哪一个人善根成熟 他就去 那么来度化这些人 那么可以对后来的人 或是当地人 产生极大的 极大的这个效用 那么他就去度化那些人 所以他为什么一开始先去度三加社 他度了63个阿罗汉 告诉他们一个人走一条路去度众生 不要两个人走一条路 他自己去度三加社 三加社是当时摩羯陀国 那个最大国 摩羯陀国的国王的老师 他是信奉三加社 他是当时的宗教长者 所以他度化他 当然他自己本身也有三根 他底下有一千人 然后他去度化他之后 那么这些人都变成佛弟子 就在整个王舍城就引起轰动 那后来平伯苏罗王也归因佛教 然后就慢慢带动整个佛教 那你看释迦佛 除了这样之外 他还不断不断的 从这个王舍城 一直到辟舍黎 到居思纳 到加皮罗位 就是不断 一辈子 从成佛之后 一辈子没有停过 弘扬佛法 你说他已经那么多弟子了 交给弟子就好了 他那个时候都七十几岁 他可以 我们现在讲的世间人就是 他可以 他可以安养晚年 他交给弟子就好了 派谁派谁 他底下都是阿罗汉 派谁派谁去哪里弘法就好了 他在那边等他们汇报就好了 没有 他们去哪里弘法 他去哪里弘法 他常常都是只是带着阿难而已 其他的弟子有时候是跟 有时候是没有跟 到了晚年是没有的 他常常旁边都只有阿难一个人 然后他就去哪里弘法 你看他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 那你说 他也没有特别有 阿罕亲里面也有 但不多 但是你从他的这个行义 看得到 其实这个就是菩萨道 所以我们说 菩萨道是从佛所正法 就是从佛的过去 还没成佛以前 以及成了佛之后 那么你看他的这样的一个心 同法利益众生的这个心 那么你就可以发现到 释迦佛的本怀就是菩萨道 情形是这样 并不是我们修行得解脱 你得解脱的 假设当时没有这种有菩萨性格的人 来跟你弘法 他得了解脱之后 他就在三连即进 那你可以度就度 不能度就算了 那佛法会越来越少 那么 哪里轮得到你解脱 没有啊 一般的人 他都有固定的宗教信仰跟执着 他甚至不想 你看佛所度好的人 很多都是 一开始都是 对佛有敌意的 甚至完全不相信佛法 认为佛说的是邪教的 像那个 阿安靖里面那个 撒蛇尼箭子 他就是这样啊 啊 听说 听说你对外宣说 一切法无我 真的是这样吗 你这么有智慧的人 怎么会讲这么出邪见的话来呢 你看 他认为 他去找他挑战的 啊 然后 都是不认同的 但是 佛陀 佛陀不断的不断的度化这些人 那么 可以的话 如果他的性格 比较 比较像是比较未动生的 那么 还要告诉他 努力去定义别人 那么很多人是自然而然 受到佛的影响 也学习佛这样的菩萨风格 那菩萨当然是指 菩萨当然是指 还没成佛以前 那一种 那一种 为佛教 为众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成佛之后 佛跟阿罗汉的不一样 是因为他的发心 以及他的修行 那成佛之后 解脱之后 那么的做法还是不太一样 那 像悲传 像艺术导师 虽然他也研究那么多的佛法 了解佛法的根本是什么 但是他发现 其实菩萨道 菩萨道才是真正的佛道 就是佛的一个本怀 所以他这里在讲 其实这里在讲这个道理 所以他讲 他说 世尊 比奈也中说 世尊的所以依法设身 那么 使佛弟子有儒法的集团 是为了佛法救助 为什么 因为群众 比如说这里有十个人 里面有七个人是解脱的 那三个新进来的 会受到七个人的影响 那后面再进来五个人 又会受到这十个人的影响 那么这十五个人里面 这五个人后面 这十个人里面 十三个人里面得解脱了 后面再进来十个人 又会受这十三个人的影响 那么有的快有的慢 佛弟子都是这样 阿罗汉越来越多 就是利用群体 就是你本来都会乱丢垃圾 很简单 那现在这里的人都很爱干净 那你丢了一次两次发现 你以后不敢丢垃圾 你去坐车的时候 本来都很大声的 后来发现整车都有安静 只有你在讲话 你以后讲话 上车你讲话就不敢那么大声 他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的观念 就是多数人会影响少数人 有力量的人会影响 比较没有力量的人 有智慧的人会引导 比较没有力量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 就是这样 生团就是这样 然后不动不断 那么后来这些人 又成为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影响没有智慧的人 那么这些没有智慧的人 受到影响 变成有智慧的人 那么就加在有智慧的人 一群里面 那么这一群人 又影响后面的人 就这样 就是先觉觉后觉 然后生团是这样的 那么就不断不断的壮大 所以他说 这个是为了佛法久住 不至于如古圣那样的人去法面 那么据说一般来讲有七佛 七佛基本上依过去现在来说 那过去有三尊佛 毗婆私私弃 毗舍居留孙 那么毗婆私佛 私弃佛 毗舍福佛 毗婆私私弃 毗舍居留孙 那过去三尊佛是毗婆私佛 毗婆私佛 毗婆私私弃 毗舍居留孙 毗舍就是毗舍福佛 毗舍居留孙 毗舍居留孙 居纳含摩尼 这个是四分域戒本里面一开始的那个记述 毗舍居纳含摩尼 加设四加五 二四六 加设四加五 就四加摩尼佛 那么这个是过去三佛 这个是现在四佛 第九节的现在三佛 这个是过去的 过去庄严节 就是过去的 过去有三尊佛 那现在第九节 第一到八节没有佛 一到八节没有佛 那 这个 四加佛在这里 四加佛前面是加设佛 那 这个佛 跟居纳含摩尼佛的样子 我看是哪 哪几个 居纳含摩尼佛 还有这个辟舍佛 那么这两尊佛 那么没有依法设身 所以正法不久诸 去那门佛 就是没有生团 那么正法不久诸 另外像还有一个就是不说法 不说法的 这个也是佛 但是他也有说法 但是因为没有生团 所以正法不久诸 另外 这个是现在节 另外像辟之佛 后面会讲到辟之佛 他也成正觉 但是因为他不说法 不积极说法 就是没有积极去说法 所以正法也不久诸 那么他有点像我们的老子 老子如果是辟之佛的话 你看他没有地址的 那么他所误的内容 是他要出函谷官之前 把他所误的学起来 然后交给那个守门的派手 然后他看到了才把它发扬出来的 他没有地址的 那么所以 类似像这样 那么人走了 法就没有了 法也跟着走了 那所以 释迦牟尼佛深深发现到 像这样 人就是你修行来的得到的 那么没有让他留下来 而且是有系统的 有系统的 如果你只传给一个人 那个人万一没有呢 或是他没有保留下来 所以不保险 要传给一群人 那这样 这样才容易 这个人没有也有那个人 那个人没有也还有那个人 那互相影响 那么才容易保留下来 那么 保留下来 对还没解脱的人有很大的影响 已经解脱的人就没有关系 反正有没有我都解脱了吗 但是对还没解脱的人 后来的人影响就很大 所以佛法能不能注视 就是未来还没得度的众生 能不能得度的因缘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菩萨道 初期大圣菩萨道的兴起 那么是有它的原因在 因为佛法如果进入学术时代 当时布派的时候 佛法进入学术的时代 它两个部分 佛法重点就是法跟律 律越来越繁琐 法越来越深奥 根本就听不懂 听都听不懂要怎么修 那律越来越繁琐 根本就做不到 规定那么多 现在根本就做不到 那要怎么辞 那个法越来越深奥 明相繁复 所以后来就慢慢慢慢慢慢 佛法能够在佛法中得利益的 渐渐就少了 所以后来其实 其实像初期大圣推广菩萨道 其实他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佛法的衰端 并不是没有人修学佛法 而是佛法没有一个 就是修学佛法 弘扬佛法的人 没有用一个大家 比较容易接受 或是顺应时代 然后重点是也没有那个心 然后你先要有这个心 所以这个菩提心 先要有菩提心 然后再寻菩萨道 所以菩萨道是先从故事开始 跟人群 你不能关在山林里面 自己修行得解脱 不是这样子的 这样佛法你是解脱了 但后面的人怎么办 那如果后面的人 如果你前面的人 也跟你一样的心态 那么你哪里去天文佛法 你哪里可以解脱 如果你跟你学的人 就是你跟他学的人 也跟你一样 我自己好就好了 我自己解脱就好了 那你要不要解脱 他也不管你 他也不教你 教了你你听不懂他就算了 那你哪里可以得解脱 因为一开始我们都不是 对佛法有认识的 而且一开始都是懵懵懂懂的 他要非常的耐心 那非常的有善巧 那么才能够一步一步的 把你引导上去 你又不是那种善根深入 一文就物的 所以如果每一个人 都是这种辟知佛性格 或是这种生文性格 那么你想想 你这一生你要不解脱 你来生你就没有解脱的因缘 为什么 没有啊 没有这种人 没有这种人 那所以你想想 那你是因什么而得 你是因什么而得 而能得解脱的 假设你已经解脱了 那就没关系了 可是后面的人呢 那如果你前面的人也是这样的 那到你这里之前就没有了 那你还能学习佛法吗 所以你了解这个东西就是说 正法要久住 重点还在人 已经得正法或已经知道正法的人 所以后来就不断的弘扬这样的 是为了正法人久住 正法人久住 众生来人各得真实利益 所以叫做不忍圣教酸 不忍众生苦 圣教若酸 众生就不能得佛法的真实利益 不能得佛法的真实利益 一定会有种种的苦 因为他不能得解脱 那么一定在生死轮回中 那么就会有种种苦 那佛法就是离苦的方法 离三二道的苦 离愿正会爱别离秋不得的苦 离生老病死的苦 其实是这样的 好 所以他说不至于如古圣那样的人去法面 那么 居纳阿摩尼佛跟辟舍佛 辟舍佛是四万岁的时候 辟舍佛是六万岁的时候 居纳阿摩尼佛是四万岁的时候 人寿四万岁的时候 迦舍佛是人寿两万岁的时候 迦舍佛是人寿两万岁的时候 那么 辟舍佛跟居纳阿摩尼佛 政法都不久住 所以古圣那样人去法面 那么 这个佛灭度没多久 这个法也跟人灭度 主要是没有一个政法的集团 就人债法债 人亡就法亡 那么事实上 住持佛法普及佛法 也确乎要和乐清净的大众负起责任 就是要有一个政法的集团 所以有时候借律会讲 只要有五个人 如法如律 那么基本上政法就可以久住 可是很多人误会 以为就要照借律持戒亲近这样 政法就可以久住 不是啊 是要正法 正法是解脱的方法以及真理 不是那些戒法 不是啊 那么戒是保证你可以 就是你有了戒 他不会障碍你听闻 不会障碍你修学正法 如果你没有戒 他会障碍你修学正法 因为戒的目的 戒就是规定制定 生活的规定 那么你如果不照这样规定 你会有障碍 戒重点就是不障碍自己的解脱 因为你有业 你有烦恼 你有果报 戒障 就是报障 烦恼障 业障 你就比较有不能得解脱 所以不障碍自己解脱 那么不障碍别人解脱 其实是这样 因为和和共住 你自己没有关系 你影响别人 他就不行 别人会起烦恼 别人会造业 那么这样会障碍别人解脱 会障碍佛法的住室 因为不管学佛不学佛的人 看到都会激险 他会怀疑佛法 他会误会佛法 那修行的都是这样 我怎样怎么样 所以他就不会进入佛教 那你会障碍正法久住 佛法的传播 戒重点是在这几部分 他就是道斗鬼放 那么共住规约 然后就行为准则 就这三个 那行为准则 基本上就是你个人的表现代表佛教 那么别人看在眼里 有学佛没学佛的 会因为你来认定佛法是什么 佛教是什么 如果你表现得不好 那么他看到的 他所在的地方的出家人都这个样子 他就认为佛教就是这个样子 佛所就是这么教的 就好像这一家人 他的父母很好 可是子女都不好 所以出去哪一个家的 他们的父母都不会教 教到这样 其实有时候不是父母教这样的 那戒就三个部分而已 你想一下 戒就是三大 戒就是三大原则而已 这个是从比丘比丘尼戒 巨族戒来讲的 那如果从五戒来讲 五戒重点就是不做三二道而已 就不害嘛 说五大事不做三二道 那么如果从巨族戒来讲 他就是三个原则而已 道德规范 那么团体归约 一个就是生魔准则 规定规定你穿衣服要怎么穿 吃饭要怎么吃 这种种的 威仪的部分 那这个是 这个是种在 你有这些道德的规范 那种在你 如果没有这样做 你会有业障 暴障 烦恼障 比如说杀到淫妄 暴障 你烦恼 因为解脱就是要帮烦恼 那么你不去克制烦恼 调五烦恼 你还争多烦恼 那你怎么得解脱 那你不能解脱 绳子越来越多越来越粗 绑住你的绳子越来越多越来越粗 那你解脱就是身上没有任何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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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束缚你的越来越多了 那久了行程 夜成熟就要受暴 那有夜障 暴障 烦恼障 三土八难都是暴障 三土八难都是暴障 就是他没有办法修学佛法 那身在没有佛的时代 有佛的时代 你也不信佛法 那这些基本上有障碍 那么就算你要修学佛法 有种种的障碍 身体上的 生活上的 种种的障碍 那你穷的要死 走路都走不动 病的要死 你想去清理佛法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 生病了 没办法 那你的家庭逼迫 环境逼迫 让你不得 不为生活劳累 那么你哪有办法吃时间去修学佛法 没有 去修学了 没有办法 那你自己取得烦恼 当然也没有办法 那这些其实道德规范部分就是 你不障碍自己的 你不要给自己设下障碍 那我们用一般的说法就是 你不要给自己挖坑 那团体规约就是 这个是障碍自己的 这个是障碍别人的 大家因为团体 那么你的卫生不好 你一个人住 没关系 你高兴在哪里大小便 就在哪里大小便 那你只要不影响你的 不影响你就好 但是你跟别人住在一起 很爱干净的 那你就不行 那你不太 那你要睡觉的时候 门大小声都没关系 因为你有自己一个人 但是你跟人家一起住 人家那个 比较浅眠 一有声音起来就睡不着了 所以你那个关门就要小声 那这种就是团体共住在一起 因为团体才有力量 那互相有好的影响 所以生团嘛 那才有力量 互相有好的影响 相叫相见 互相 教导 互相劝诫 你不好的我告诉你 我不好的你告诉我 你不懂的我告诉你 我不懂的你告诉我 相叫相见 然后有这种力量 就互相 本身麻装不服自职 有这种力量 那么这种团体越大越好 力量就越强 更影响后面的人 所以他必须要团体 我们讲过 政法集团久住 跟政法久住有关系 那么现在的人 比较能够得利益 未来的人也可以得利益 那么团体规约 有这个团体就是必须要注重 你不要去影响到别人 在最大的程度里面 就是大家 彼此相叫相见 相劝 劝见 那么可以成长 但是就是 你大家依着这个团体 增上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变成你破坏这个团体 或是你让大家越来越烦恼 因为你不管别人 你进门就大小声 然后让大家都睡不着 然后卫生习惯不好 让大家过得很痛苦 那么所以他这一部分就是团体归约 彼此住在一起不要互相障碍 那就不要障碍自己 也不要障碍别人 那这个是生活准则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一个良好的习惯 因为你代表着佛教 你走出去 因为你的习惯一旦养成了 你走出去你就是自然这个习惯 你自然这个习惯 像我们出门一定是穿长衫 习惯 那今天偶尔 你看有些人他也没有 他就是短褂 然后穿着就走 那这也是他的习惯 但是有些人没关系 长衫短褂都没关系 但有些人就觉得 哎呀这个很没有回忆 就不一定 那就是看人 但是有些习惯好的 就是你要养钱习惯 你说那今天如果忽然看到我在路边 檳榔摊买檳榔在摇檳榔 你就会觉得 这个信佛不信佛的都会怎么样 他会感觉哎呀佛法怎么这个样子 他不认识你是谁啊 他只把你当成出家人 那明天就上头版了 或上苹果日报了 他就会觉得 那就很多人开始 讨厌佛法的人 就开始夸大 讲佛教怎样怎样多了 那信仰佛法的人心里面就会难过 他也不需要人家问他也不知道怎么讲 所以常常 有出家中上新闻的啦 上媒体的啦 那佛教徒看了都很心酸 不晓得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只能讲这是他个人的事 但是其他人不是这么讲啊 对不对 他觉得普遍的佛教就是这样 怎样怎样 那么所以他就会影响佛教 那影响佛教就是会让怎么样 已经相信的人信心会降低 对佛教的信心会降低 不相信佛法的人就更不信啊 开始又毁谤佛教 那佛法最重要就是 那没有信心的人增长信心 那有信心的人信心不对 基本上是这样嘛 这样才能够在佛法中 因为他不是一天两天啊 他要长时间的修学 他才能得利益啊 那现在你对佛法的信心丧失了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是个人的行为嘛 但是知道是知道 但是你看了你 不是懂得那一些的 他就会对佛法 就把你跟佛法标记在一起 那所以你出门是代表佛法 那你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的准则 其实就是我也以这一部分 那么就会对别人 对已经信仰的在家中跟出家中 主要主要是在家中 主要是社会观感 所以大部分是基贤戒来的嘛 这社会观感 那么别人对佛教父母的刻板印象 他有时候是你代表的 那所以这一部分也很重要 那么养成良好的习惯 也有助于你的解脱 也有助于你的解脱 你有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 那这个是戒律里面最主要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 讲到戒最重要让正法久住 那根本还在道德规范 那你有了这个 你能够正法 你能够正法 那么你能够把真正的佛法传播下去 这个是最主要的 那么就算你自己没有正法 但是你知道正确的佛法 那么你代表正确的佛法 你把正确的佛法传播下去 那么很多人受你影响 那么他也有可能得解脱 就是说法的人不一定得解脱 但听法的人有可能得解脱 这个在二安经里面也是有常常发生的 就是说法的人还没有解脱 但听法的人听一听他得解脱 就好像六祖在路上听到那个人送金刚经 我相信送金刚经的那个人是可能没有开悟 但六祖听到他开悟了 他从这个法里面了解到 看见某些事实 那所以 他最重要的就是正确的佛法要传播 然后你个人代表正确的佛法 重点是团体 这个团体代表佛法 然后个人代表佛法 那么你的佛法 那么就是你所体正的佛法 修行的方法 那么这一些都让所谓的正法可以注视你 那重点还在团体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事实上 注持佛法 普及佛法 推广 让佛法 越来越多的人 要普及 那 却夫要和乐清静 和乐清静 那就是本身 那清静是从个人说 那每一个人都是清静 那彼此和和 就和乐 和乐清静的大众 就是清静 负起责任 这和乐清静的创立 是佛陀的慧命所寄 慧命就是法身慧命 就是说能不能解脱 能不能解脱 当然跟法有关系 但是那一群人 负责注持佛法的重则大任 那么所谓叫做慧命 就像命一样 一直延续 智慧的这个生命 法身慧命 那么佛陀在自觉正法上 存在于法的体现中 在觉他 就是他觉悟的正法 这是他内心体正的 但是觉他的世间上 存在于觉者的群众中 自觉对法的体正 那么以自觉的正法说出来 那么令他觉悟 那么他可能 因为他佛陀就一个人而已 他一个人也是不断的弘扬佛法 但一个人再怎么努力还是有限 那么他一个人传给 比如说他传给一千两百五十个人 一千两百五十个人 里面只要有十个厉害的 这十个厉害的 就可以传给一万个人 十个各有一千个人 像舍利佛目见人 他底下的地址就有两百五十个 那么两百五十个是他一开始 一开始 一开始在善若云底下 他就有两百五十个 他把这两百五十个带过来 但是后来他在收的地址 就不止两百五十个 他皈依佛教之后 成了佛地址之后 就不止是两百五十个 那么舍利佛目见人 跟阿难都有很多年轻的跟他出家 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所以不断的传播下去 所以存在于觉者的群众中 就是自觉跟觉他 好 我们先下课 好 我们先下课